接下來的話,主要就是說把那個非表格資料 所以其實很多時候資料可能在Word裡面 或者是說在網頁裡面,然後它是有規律性的 可是這個規律性你希望可以把它按照它有的字數 把它放到你指定的格子表格裡面 所以其實這一題主要就是說把不是表格資料 如何把它變成表格資料的一個過程 那前提就是說這個字數剛好是有規律,都三個字 當然未來如果沒有規律,你要把規律找出來 一樣可以把這個資料不是表格可以變表格 那這個其實還蠻重要,因為這個工作上很多時候 如果你取得資料之後不懂得轉成表格 那就沒辦法在以色列裡面用了 沒辦法用,那當然就變成說就沒辦法再往前推進 所以勢必一定會遇到這個問題 那當然你想說老師,那我可不可以塗髮煉鋼 也是可以的 但是問題是這個字數其實不算太多 那裡面有幾個字喔 其實最簡單的方法你可以在旁邊插入一個什麼? 插入一個LEN嘛 有沒有文字類裡面的LEN LEN就算裡面有幾個字嘛 然後你可以點一下這邊 那剛剛講,那算完了 1,131個字 那總共如果你要出 那如果假設你用人工 那你可能要做非常多字啊 當然我們前提就是不要用人工的方式完成 但是要該怎麼做呢? OK,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當然這個是我想出來的方法 其實也蠻直覺啦 反正就是說,你就是第一步先插入用那個文字類裡面的密的函數 密的就是說你要取什麼?取三字經裡面的第幾個字 然後一樣取三個字 所以按確定嘛 然後我們的字在哪裡?在三字經這邊點一下 然後取幾個字?取三個字 所以第一個參數跟最後是固定的 然後A1這個地方記得你前後都要加錢的符號 因為我們會向右向下 所以這個地方記得可以把這個前後加錢的符號把它鎖起來 那接下來的話你要從哪個字開始取 那關鍵的地方就在這裡 上面有1,3,1到8對不對 可是我要的第幾個字的話 我們剛好這個規則跟這個不一樣 我們如果跟這個一樣的話那就簡單了 應該是要把上面這個變成1,下一個變成4 也就是說它基礎是1 然後加了3之後 有沒有,那這個加3之後 所以基本上你會發現下一個是7 再下一個是10 所以你會發現它什麼規律呢? 他們之間一定會有1 然後後面的話是第一次的話有沒有 是加了3的幾倍呢?3的1倍,有沒有 3乘上1 OK,那這個加多少?加3乘上2 有沒有,這個加多少?加3乘上3 那下一個呢?那就加3乘上4 所以喔,如果我們把它規律之後 你會發現喔 它後面這個數字喔 有沒有 都是多少? 都是1,2 那如果說這邊剛好是2,3,4 有沒有 一直到8 那剛好跟它相差喔 相差1嘛 那如果說我要把這個規律做出來的話 那很簡單嘛 我就乾脆喔 把拿上面這個數字喔 把它減掉1 然後前面再乘上3 那開頭一定有1嘛 所以我1 我解釋給各位看喔 這樣有點醜想喔 先公式的話 1加上3的幾倍 那當然喔,你就用3去乘 或者是3乘上多少? 乘上上面這個數字 但是問題喔 你如果第一次就乘上1 3乘上1 那就變4 從第四 不對 所以要先把它減掉 所以喔,B記得減掉1 特別是因為它第一次不要加3的倍數 那因為計算的時候一定要先減 所以記得在B1跟那個減1的前面喔 記得先把它刮扶起來 那這個時候你會發現 對了耶 它這個時候呢 就先從1開始 那如果向右拉的時候呢 它變成多少? 它變成C1 C1 那變成說 下一個數字的話 那就會 會是多少? 2嘛 帶進來 2減掉1 那再乘上3 那就3 3加1 那4 所以得到就第4 那欸 剛好就符合 我們要的這個規則 OK 按確定之後的話 來試試看喔 應該知道我的推論吧 然後呢 我把它向右填滿看看 結果是OK OK OK 有沒有 它這個時候的話 向右就完成第一階段了 所以喔 我再把那個重點跟各位講一下 第一個的話 它這個資料來源這邊 所以記得喔 A1前後一定要加錢 因為等一下會向右跟向下 那第三個一定是三個字 因為固定就三個字 這個不用管它 所以喔 欸 這個跟這個不用管 最關鍵是哪個字開始 那我剛剛推論是這樣 這個1 它原來是1到8嘛 可是我們要的位置剛好1 4 7 10 然後再加應該是13 OK 那其實它的關係一定是 一定有1嘛 1加上3的幾倍 有沒有 3 那第一次是乘上0 有沒有 3乘上0還是0 然後下一個的話乘上 這個應該是乘上1 所以 它的關係剛好跟上面-1就對了 所以我就產生一個公式 1加上3 然後第幾個字嘛 就是 這個位置 減掉1 然後再跟3乘 那得到就是它的位置 所以得到 我們如果把它向右拉之後的話 那各位可以看到 它就會出現 我們D接到OK了 但問題來 如果你向下拉應該是會錯誤 可是向下就比較麻煩 欸 向下就不OK了 那向下如果要OK的話 那恐怕你可能要牽涉到第二個問題 因為呢 它現在應該是8個嘛 所以它的位置應該是 這個應該第一個字嘛 那8應該這邊24 23 22 22個字 那我如果說下一個的話 理論上總共字數是24個 對不對 所以理論上應該下一個 應該它的第一個字應該是24加1啦 所以應該是第25個字開始 那後面的規則 理論上跟上面 有部分是重複的 那不重複的部分就是說呢 每下一個呢 就是要加24個字 每下一列就是要加24個字 那我們要怎麼樣剛剛好 可以讓它下一個就產生加24的這個概念 OK 那請各位先試試看好了 先自己想想看 反正 如果你有想到更簡單的方法 也可以試試看 反正只要能夠滿足 我們要取締幾個字的這個規則 其實就都可以了 OK 試試看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